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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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明示精神、設施物質及組織友情之要素、開項出成、六柱衛圓、故稱名色、五、六路、異座、六柱、即六根、眼、耳、鼻、隔、身、異、六種感覺、六柱、六根與外界、六層之、 接觸、七、受、受為領納、即情緒作用、六根、接觸、六層後、而生其苦、樂、感、受、八、愛、由受、而來、因苦、樂、而有所、好、惡、愛、真、九、曲、因、貪、愛、而有所、食、取、 追求、食、有、因、食、取、租、禁、而產生、夜陰、十一、生、由、夜陰、而於六道中誕生、十二、老死、受生之後、又因、色生、敗壞、而摔老死亡、 避之佛、避之佛及避之家佛陀、避之家佛陀、避之家佛陀的簡稱又因一座、波羅避家佛陀、或簡稱避之家佛、避之等、指過去生、曾經種下因緣、 隱而出生在無佛之宿、因信號即近或行諜脫、無私、有、教導,而以智慧、獨自、悟到、痛、說唯觀察、十二因緣、 隱而得到聖誤、而解脫 н神、聖果之人、所以亦稱道獨雁磁 eller玄磁。 但汉传佛教天才中区分独觉和圆觉 出生于没有佛的时候的开悟得到者称为独觉 而出生于有佛知识观察知为得二因缘得到圣物者称为圆觉 大乘佛教认为必知佛是圆觉乘 称是载运的意思载运修行的人从名道物的方法与过程的最高果位 但并不完全等于觉醒圆满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 圆觉称没有听闻佛陀教说独自观察十二因缘等法理而觉悟 和真文称直接听闻佛陀教说之为修正普及灭到四圣地而觉悟 合称为二称加上大称佛教的菩萨称总称为三称佛教 而再加上一般世间的善法善行好人好事等人称天称同称为五称共法 是再运众生到善去的共同方法 其中所说的五称指的就是一人称二天称三身文称四圆觉称五菩萨称 且进一步认为并不是每一位修行佛法者的觉悟解脱都是成佛 因为成为一位正等正觉开创佛法传统的教主 需要在修菩萨行的实修行六度波罗蜜 累称真文圆觉所没有的智慧福德和能力 如杂阿涵所提唯有如来成就的如来实力 才能成为一代教主依照布派佛教的看法 必知佛与阿罗汉都是究竟解脱也就无需再修行成佛 但大乘佛教依照法华经的教义认为所有的修行者终将成佛 必知佛与阿罗汉的觉悟尚不究竟 所以只要他们继续修菩萨行 终将也会成为正等正觉的佛 十二因缘及必知佛分享完毕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灯言一千日第三百零三日 我们要继续谈摄立佛的眼视元通 这个眼视元通之所以叫做眼视 其实它不是一般我们所认识的 能够分辨颜色分辨形状的这种式 它不只是如此 它还有一种透视的智慧 这个是来自于摄立佛 他讲国况节来心见清净 这个心呢是能够观察的 这个观察的之后 它不只是知人知面 而且它又能够透析因缘的变化 所以对于世间跟出世间的种种的变化 一见则通 怎么通呢 要了解啊 这个因缘法 它是有一个很维系的环环相扣 所以呢 它得度的因缘呢 得度的机缘是来自于 它见到了这个佛陀的弟子 那在经典当中讲这是马圣比丘 马圣比丘啊 他的修行是很庄严 但是因为呢 他刚出家 所以摄立佛见到马圣比丘啊 感觉他的威仪非常的殊胜 威仪详续 所以就向前去请义 请问这位比丘啊 他修的是什么法 那马圣比丘呢 他说 我才刚刚出家 我不是很了解佛陀的教法 但是呢 我的师父啊 常常说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我佛大沙门常做如是说 他在这个 这个转述佛陀所说的因缘法的时候呢 摄立佛当下 就听到了因缘 他就悟心无忌 他就开悟了 而证得法眼清净 就是他的智慧就开显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他的开悟的机缘 是因为因缘法 在佛法里面呢 讲到因缘法呢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 叫做十二因缘法 那所谓的因缘法呢 我们在这边讲 其实最主要是探讨 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当中呢 是人的前辈子 由生然后到最后老 死了之后 如果有来生 那他会去哪里呢 也许有可能是继续当人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 也有可能他就去三途二道 也有可能他到天上去 但是呢 在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不明白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可能会不断不断的重复 错误的因而遭致错误的果 所以这个因缘两个字啊 就像是种子 种下去的种子呢 经过了阳光空气水肥料的施肥 这是缘 乃至于呢 不断的去照顾他 那种种的条件具足 就会形成一个结果 结实累累的结果 那这个因果两个字啊 其实他是不是单因读缘的 他不是单独的一对一 因为他中间有太多太多复杂的 环环相扣的这个关系 所以呢形成一个很复杂的生命的系统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 那这个因缘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要回到啊 在佛陀菩提树下 在了解探讨生命的源头的时候呢 因为佛陀他是看到这个世间啊 怎么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生老病死呢 他想要透视生死的迷奥 他想要了解到底生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人会有轮回 所以呢 其实当初在悟到因缘法的时候 他并不是已经知道有一套法叫做十二因缘 有十二个法不是 而是呢他去问 一般人都是问 我的来世会是什么 但是呢 这个佛陀呢他在问 那到底人如果在生命当中 他必定要老跟死的话 因为这是大众都不想要的 因为老跟死感觉就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那我要怎么去解决他呢 不要有这个果 我必须要从原因 招致老死的原因来解套 所以他从老死回溯 回溯了之后发现 原来这个有生就一定有老死 那为什么会有生呢 原来是因为我们有缘有业 这个有 那为什么会有呢 因为我们就是追求有种种的取 取了就有 那为什么要取呢 因为有爱 我爱所以我想取 我想得 得了之后就得到一个有 有最后呢就会失去 所以啊 在这个环环相扣当中 他开始慢慢往前回溯回溯 回溯到发现原来 大家是怎么来到了这一生呢 其实是因为不知道 就是无名 无名了之后呢 就有了种种的 无名原形形原事 事原名色六入处受 爱取有生老死 然后呢死的不明不白 结果又在下一次的生 因为我们还是不知道 不知生从何来 也不知死往何去 所以根本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无名 我们不清楚 不清楚这件事情呢 造成一生又一生 迷迷糊糊 好 那如果呢 我们来想想看 假设我们在回推 把这个时光呢 做上这个时光机 我们把它扭转 回到生命的源头 好 那我们总是呢 想哎呀 如果我人生可以重来的话呢 好 我们来看 这个双翔炮 就是这一对夫妻啊 在看电视 那 看一看呢 这个太太啊 她就抱怨 她说 你每天看电视的时间 比看我的时间还长 她在抱怨她的先生啊 都是目不转睛的看着电视 可是都不看看我 这老夫老妻啊 总是有很多很多的牢骚 那这先生呢 看了她一眼之后就说呢 看你节目可以转台 看你你可不行 没办法转台 就是这一张脸 我总不能换一个 这个一张脸来看 那看起来是一个笑话 的确是很有道理 假如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转台的话 你想要转到哪一台呢 其实 在重生的时候啊 我们总是觉得 如果下辈子啊 还可以选择的话 我一定不要怎么样又怎么样 常常也有很多人 很想要人生可以重来过 那我们想想看 我们也是每一个人 都走过人生的最初 人之初是什么呢 从刚才讲到 无名原形 形原名色 名色是什么 名跟色 名就是精神 就是有一个生命 这个名字 有一个胚胎出现了 然后色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体 开始要长 要来投胎啊 一定是要有一个 要投胎的心 我愿意来了 来了之后呢 你要选择 哪一个身体呢 那你得要选好父母 所以各位 你看看 这个是一个最 小的胚胎 慢慢的 他会长大 长大的时候 你知道他会 长成什么样子吗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所有动物的胚胎啊 都很像 这是脊椎动物的胚胎时期 各位 我们看到这一只 跟这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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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只都很像 那到底你要选哪一个来投胎呢 那我们再继续看 这个是鱼 这是乌龟 这是鸟 你看 如果你的眼睛 看不清楚 你随便选一个 就投胎了 我说 我要来投胎在 比尔盖茨的家 结果你一投胎 变成比尔盖茨家里的蟑螂 那也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你没看清楚 所以就要知道 人之初 如果还是带着无名 你其实很难选择 你要去哪一个好的人家来投胎 哪一个好的暴身 那这个暴身呢 就是看起来 在一开始的时候都好像啊 那你如果一下子不小心 没选好 不是当人就是当猪 这两个实在是很像 那这很像 你说当哪一个好呢 所以明色这个阶段啊 慢慢的长出六根 叫六入 最后呢 才确定 的确是一个人 人是可以怀孕 那怀孕了之后 是长出来的是人 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如果我们迷迷糊糊 你怎么知道 你这一世当人 是多么的幸运 这不小心当人 要多么的不容易 因为人的比例很低啊 尤其现在又少子化 越来越少人 想要有下一代 那可是 这个节育这件事情呢 在动物界是没有的 它不断不断的一直生 狗啊 猫啊 一生就是一窝 人呢 生半天 生不出半个 那事实上呢 我们就知道 如果以比例原则的话 我们要投胎成为人 是相对 非常的稀有 所以这就是要学佛 要睁大眼睛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为我们发现呢 如果从十二因缘来看 生命往回推 有爱 有娶 有有有 之后呢 就会进入了生根老死 那爱的源头是什么 是因为感觉很好 那这个受呢 又是因为接触 所以我们日久生情 接触了之后 有一种很好的感受 所以产生了爱 娶有 那触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有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每天在探索着这个世间 那如果六根在往前推呢 在往前推会发现 六根就是在一个模模糊糊 的一个状态 在投胎之前啊 是什么 投胎之前叫做无名 那无名 而来了 来了之后呢 就开始有了流转 这个行叫做迁流 其实就是业 我们有这个业呢 慢慢慢慢的 我们的事 这个事啊 指的是阿赖也事 阿赖也事来投胎 成为某一个人 成为某一只猪 成为某一个众生 某一道的众生 这所有的众生都有事 这个事呢 会慢慢的形成 自己的色身 那这个色身呢 或者是 寒醇软洞 所以呢 各式各样的生态都有 好 那我们不管是谁 不管长成什么人 或者是哪一类的众生 都有生跟老死 那只是生命有长有短 可是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人 我们感觉到不够幸福 不够快乐 我觉得当人是三善道之一 都已经这么多的不快乐 那如果可以选择 大家就要睁大眼睛 那睁大眼睛是什么 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的生命的选择啊 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一瞬间 你就要做好判断 刚才呢 我们已经看了 很容易选错啊 看走眼的人大有人在啊 要不然呢 怎么会 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生命的状态 都是苦到的众生呢 你看修行修半天啊 当人是不容易 还常常呢 有很多人不想当人的 可是不想当人之外呢 其他更是模模糊糊 那这样子的无名 叫做没完没了 就会进入一种回圈 仆陀当时呢 就是啊 觉得不可能只能如此 所以当他的仆人告诉他 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人 这个世间呢 就是没有办法 这是有劳有病有死 这是正常的 的确是如此 但是佛陀说 我一定要找出一个 不要劳不要死 也不要生的方法 有没有呢 所以这就是佛陀最后 他在菩提树下 找到了源头 如果无无名 是不是就没有行的呢 没有行就没有事 就没有明色 六入处 受爱 许有就不会有生 跟倒死的问题 最后呢 就是灵明妙诀 是答案 我们能不能够明白 灵明妙诀 是什么呢 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讲 奇灾奇灾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 所以就被无名 烦恼 执着 妄想 所迷惑 你以为你只能轮回 你不知道 除了六道之外 还有四圣 可以选择 好 那最少最少呢 我们可以自己觉悟嘛 好 那最多呢 还可以成佛 帮助别人觉悟 所以不管你要选择 身文 还是圆觉 还是菩萨 还是佛 我们都要知道 这灵明妙诀 是不需要选择的 每个人都有 那为什么我们偏偏 不要这个本具的 而去选择轮回呢 还在那个地方 犹豫不决 到底是要当一只快乐的猪 还是要当一个痛苦的人呢 其实你可以不用这样子选 所以啊 这是生命的真相 圣利佛很有智慧 他悟到了 原来这个因缘 这两个字啊 就是关键 所以他很有智慧 在这个所有的生命的轮转当中 其实只要知道 自己有正念心 一切呢 都可以解套 因为因缘当中 其实没有一个主 并没有谁来决定 你一定要去轮回 那你只要知道 哦 原来都是环环相够 一个牵着一个 那最后呢 你就可以破除这种假象 所以啊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 认识因缘法 主要的目的 要知道 缘起信空 一切都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以上呢 这是12因缘的介绍 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要回馈 或者是要分享 乃至于提问 师父吉祥 地址东圈的分享 以前啊 在美容院当学生的时候 一早 见到整排的设计师 在化妆 化完妆 大家都美美的 很漂亮 当康健这些没化妆的设计师 觉得落差很大 好像见鬼了 想起当洗头的小弟 看着穿西装的老板 来洗头 就会想着 等等应该会有小辈吧 结果是没有的 反而是穿着不怎样的 阿婆来洗头 结果是 很多小辈 这事应该是被外表影响而 起分别 所以人不可貌相 这段经文也说明了 心见清净 心见即掩饰 不然设成 约清净 请师父师杯开始 好 谢谢东圈 你这个以前的经验 的确是很正常 每一个人都是会有一些预设立场 那当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世间 有一些预设立场 或者是对人有一些主观的判断的时候 就很容易会有落差 那我们了解了因缘法之后呢 我们第一个就要先让自己啊 在面对这一切的色身相畏处的时候 眼对色耳对身 就要保持心的不动不摇 但是不是无知 是我们爱看了之后呢 我当然会心里面会喜欢顺眼的 然后有不顺眼的 或者是以貌取人 那如果呢 能够保持平静 见相不生分别 与理也不生分别 那我们看到了之后 知道他是好相 或者是恶相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能够分辨 但是你的心 不会有执着 这个叫做啊 若能够善能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异地而不动 那最重要的就是 要认识这个第一异地 就是你自己的本性本性 学了楞严经了之后呢 明白自己的心 本来就是无所动摇 那这时候呢 你对于所有世间的 这一些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我们就能够啊 如实的了知 而且呢 还可以保持自己的心 的亲近 就像我们昨天呢 就那个 这个 分享到 有14型人格 16型人格 其实呢 我们每一个人啊 都有很复杂的 因缘 我之所以形成现在的性格 或者是我的一些看法 价值观 可能来自于很复杂的因缘 那我从小的 这个原生家庭 或者是我过去生的喜气 乃至于我这个过程 生命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经历 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价值 乃至于现在来学佛 我们也又开始重新 省思 省思自己的价值观 还有省思 然后自己的生命历程 重新来观照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回顾到自己 平常的这些事的分别的时候 你反而更能够清楚的去 发现 哦原来我们以前是有盲点的 那当你发现自己有盲点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已经在提升了 所以呢 恭喜大家 就是我们常常会谈谈自己的过往 哎呀原来我们患得患失啊 就是因为看不清楚 所以呢会被这样子的 一个假象所蒙蔽 那同样的呢 哎我们接下来的人生 其实还是一样 你可以选择 依着真心来走 也可以跟着感觉来走 但是感觉是会骗人的 有时候我们的想法啊 坚持己见 你反而呢会陷入一种 我知我见当中 那这个社利佛呢 其实他一直在教我们 你要一直不断不断的累积 自己的亲近 就是我这一生 我要保持亲近 我下辈子我还要早保持亲近 我一直不断的保持亲近 你就会很有智慧 那如果我觉得说啊 没关系 我那个小瘫啊 没有什么 累积久了呢 他也会变成一种习惯 根深蒂固 没有办法摆脱的一种框架 因此呢 我们就要慢慢的借由这些经 这些学佛的这些前辈的经验 来反观我们自己啊 是不是也可以走上一个修道而亲近之路 那这样子呢 我们学到的这些法呢 就非常非常的值得 而且我们也会了解啊 原来自己到底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佛法呢 最有趣的就是你自己要亲自证实 才成为自己的公案 有时候我们都在听别人家的故事 这别人奇怪怎么他们都修得这么好 那我们自己呢 所以我们要自己写出自己的成道 正果的故事 这才值回票价 好 谢谢今天第六组的分享 准备的很详细 那也谢谢这个大众的提问 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内容